各位电魔玩家,想要跑西藏的电路车都要满足哪些条件什么配置 我想大家都刷到过很多跑西藏的车,感觉什么车都可以去 我自己曾骑两辆不同的车,两次进藏的经验 在路上也遇到过很多小电驴走在进藏或者出藏的路上 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什么配置去西藏最靠谱 大家好,我是小波 去西藏最重要必不可少的一件事,那就是它的一个续航能力 续航只要够远,去西藏就完全没有问题 那么一辆电动车续航多长就足够去西藏呢 首先我们就拿进藏的两条路线,比较热门一点的来告诉大家 第一条呢就是318国道,也就是川藏南线 从成都到拉萨这一段可以说是最为经典 然后另外一条呢就是214国道滇藏线 就是从永南途经318最后到拉萨 这两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进藏里面最简单的两条了 当然了最后一条滇藏线一部分,你还必须得走318才行 可以说呢这条路是进藏最简单的一条,也是旅行大家所选择最多的一条路 在这条路上呢会看见很多旅游的,也各种方式进藏的 就这条路而言呢你速度有40多码的平均速度 能续航个250公里这个样子,或者是200公里到250公里吧 这个样子你就完全能够去西藏了 电池呢就选择一组72伏或者76伏的120安的宁德时代大单体就足够 那么接下来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那就是它的电机,也就是它的速度 电机呢选择可就比较多了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速度最起码能达到80码的一个速度 这的话上坡就会有动力 因为318或者滇藏线是有很多的上坡路段 有时候连续20几公里甚至有30多公里的 如果电机太小速度太慢 爬坡就会导致烧电机的 这里呢我就觉得最起码弄一个2000瓦电机以上 2000瓦,2000瓦片,3000瓦,3000瓦片,甚至是5000瓦片 这些都是非常合适的一个选择 不要去选择什么400瓦,800瓦,1200瓦,1500瓦 这些电机都偏小 是完全去西藏可以说就是一次挑战 很容易坏在路上,把自己丢在路上 要换电机的话 你这个平插也是必须得换的 因为原装的平插是很难支持你 再换一个更大的电机把它安装上去的 所以平插是必须要换的 第三个呢就是控制器 首先电机选好了 就选一个相对应的控制器就行了 尽量控制器的功率要比电机的一个大才行 比如说电机是一个2000瓦片 你就可以选择一个450的远区控制器 那么为什么要选择控制器比电机大呢 这个就是因为防止控制器炸空 防止被烧掉 为什么会炸空 为什么会把控制器烧掉 就是因为高温 如果你控制器大一些比电机的相对应的要大 这样的话呢就控制器不容易高温 所以就不容易炸空 但是就算是这种情况下也是不能保证百分之百不会炸空 还是要给控制器增加一个散热功能 要么装两个暴力分散经济实惠有性价比 要么给它装一个水冷液冷 这样的话散热性要比风冷更强一些 但是液冷的话有时候会漏液就起不到散热的作用了 另外控制器应当备用一个哪怕是一个小控 保证你控制器坏了之后 把带的备用控制器换上之后还能行使还能行走 我之前自己就曾经有两次的炸空经历 第一次是在游南连续上坡炸过空 然后第二次呢是在尼泊尔的时候 也是连续上坡炸过空 所以呢对这个我就特别的敏感 这就叫吃一键长一智 以上说的呢也就是电动车的三大键 电池电机还有控制器 这三个呢是最基础也是最基本 必须去小小的升级一下的 之后呢你就会发现速度太快了 前后刹车刹不住怎么办 那就只能刹车盘前后叠刹都得换 还有油管上奔都是要换的直推 慢慢的你又会发现前后的减震太软了 太小了又不行又不好看 前后的减震你再这么一换 然后给车加个尾箱 你又发现充电速度太慢了 那怎么办呢 那就安排一个快充 也就是大炮充电器 50安的120安的电池的话 差不多也够用了 还有就是路上充电比较麻烦 去哪里充电不好找 那么又得安排一个充电桩的取电器 直接在汽车的充电桩上面就可以充电扫码付钱 其实呢说了这么多也没那么恐怖 如果我们一般平民玩家预算有限的话 最起码三大件升级一下 还是可以勉勉强强 依然是能去西藏的 只是说路上会吃一些苦而已 对了路上呢备用一些补胎的设备 还有修车的简单工具是完全有必要的 最后呢无论大家选择什么样的交通工具 什么样的配置 去西藏的路上都祝大家一路顺风 然后平安送你的到达拉萨 或者说更远的地方